好的,各位朋友,我現在在大龍街上 剛剛過這個大龍街夜市 我現在要慢慢往老地方前進 現在是4點49分 今天稍微有晚一小點 晚一點點出來 所以到這邊已經4點49分了 目前還沒有單,因為才剛上線 我是過了大龍街夜市才上線,為什麼呢? 因為我擔心我在這個 一下那個陳德橋就上線 其實我可能會不會系統 這個丟一張要回士林的單 這樣 我講老實話,開市單對我的心情影響 多少會有一點點 所以有時候像這個開市單 然後我沒辦法接 那我其實心情會 前期再跑 心情會有點小壓力 那當然我是... 唉唷,白鹿洞 各位朋友,現在居然有白鹿洞 哇賽 有沒有看到 各位朋友 哇,白鹿洞 現在還有 哇,士林本來有一間白鹿洞 但是好像大概是十年前吧 收掉了,十多年前就收了 有點可惜齁 因為我還蠻喜歡到白鹿洞去看漫畫的 呵呵 好啦,怎麼講到白鹿洞 因為看到白鹿洞 覺得稀奇 這已經算是稀有種了 台灣稀有種 好啦,想到... 喔,講到心情 其實我這個人還蠻容易 心情有點影響 然後我就會... 覺得全身無力 就會有點難過 所以我盡可能 就讓我自己的情緒 保持在愉悅的狀態 我跑起來也會比較有力 好,廢話不多說 那我現在 準備要經過倉吉街 不過我要先去 便利商店去買個水 因為今天很熱 一樣齁,這個水要補好齁 這樣子 大家也記得齁 就是水分要補好齁 免得這個... 呵呵呵 中暑就不太好 那邊save 沒關係啊 前面還有 前面還有 好啦,那我要專心騎車啦 一百三十五塊齁 然後要我去三重 那這個單我是絕對不會接齁 我不想跑三重 那讓你逼完吧 各位朋友 完蛋啦 我的心情會有點小受影響 不過盡量保持自己的心情愉快吧 希望大家第二單來的 要漂亮一點 不要再把我拉到三重去 不過因為我人在這個大龍街上面 本來就很容易切到要去三重單 其實這也是沒有辦法齁 那我今天其實就是 有的時候其實我會讓這個 紅綠燈幫我決定一下齁 就是我要走哪一條路線這樣 那今天紅綠燈幫我決定就是要 穿過成德橋 所以我就騎過成德橋囉 欸,又來又來 哇,金站台北 OKOK,好 21plus的 也是老朋友啦 OK,這個可以接80塊 各位朋友,接啊 哇,不錯不錯 這張開市單漂亮 好啦,那我要往老地方前進啦 各位朋友 我剛後來呢 又有接到一單 一樣在老地方接到 那個牛肉麵 哇,剛剛去看 B山滿滿的都是人啊 哇,那個精湛的用餐 真的是塞得滿滿滿 唉唷 他死了 好吧 莫哀 好 那麼 接到那一單呢 送來這個台大醫院附近 接下來的另外一單呢 要往巴德路二段走 這樣 哇 可不可以齁 系統 大家發現 我呢 這幾天在巴德路二段那邊 玩得很愉快喔 現在開始都發佈我 拉到那邊去 哇,實在是 好啦,也沒關係啦 啊,我確實在那邊玩得還滿愉快的 哈哈 好的,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巴德路跟市民大道的交踏口這邊 那我已經把手中的單送掉了 這樣子 我開示單 開示單 處理完畢齁 這樣 那我現在 現在是五點半 五點三四二分 前面就是往那個巴德路啊 長安東路那邊 交會處前進 這樣 那我決定往前走 因為那邊有全聯 然後還有 反正就是 我在那邊 有想要建立一些 這個好朋友起來 這樣 所以我要往那邊前進 好啦,各位朋友 我現在已經在巴德路二段 就是大輪發旁邊 然後這邊是大輪發旁邊 那邊有全聯 龍江路上面 然後在遼寧街裡面 這邊有這個真主單 那還有就是旁邊 旁邊那邊有一間雲端廚房 這幾間就是我想要 跟他們建立好朋友關係的地方 所以我就在這邊等一等 等一等看看 這樣子 看看 就是能不能從 從這幾位朋友 新朋友手上多拿一些單 讓他們成為我的老朋友 是 我拿到了全聯中心 中山豬輪的單 那我現在要去建立新朋友關係了 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間全聯 我會想建立好關係 各位看到沒有 裡面呢 只有這樣子而已 四樣東西 然後給一個這個紙袋 你看 多有誠意啊 是不是很好 這個一定要跟他建立好關係啊 好各位我在南京東路三段巷子裡 因為剛剛接到一單 然後往南京東路上面送這樣 那我打算再回到剛剛 那個 就是我想自己設定的新的蹲點區 去蹲一下 看看還沒有單 這樣子 如果是沒有單的話 今天我想要往這個 信義區 101那邊挑戰一下 今天呢 其實我心態比較像是在實驗 像是在玩的感覺 這樣子 不過基本上來說 我還是有給我自己設定目標 反正就是今天一樣 就是20趟 20趟 希望可以完成 這樣子 好各位朋友 我在東華南路上面 那我剛剛 送完一餐 然後我就把我手中的那個 鼎泰峰 鼎泰峰那張單把它取消掉 因為 復興SOGO的那個鼎泰峰 太囉嗦了 我有取過一次 麥當勞我接 我有取過一次 我真的覺得它那個彎彎歪歪 繞來繞去 那我受不了 所以把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搞得很複雜 這也只有SOGO做得到 那星光多簡單 直接去 然後就下去 然後再上來就沒問題 SOGO在那邊轉圈圈 神經病 好啦 我要去麥當勞取餐啦 我還是要講一下 雖然騎腳踏車喔 就是到那個SOGO 就是前面SOGO那邊去取餐喔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比摩托車來的簡單 因為摩托車還要停車 然後走進去 腳踏車可以隨便停車 但是其實喔 我就覺得它那個說明 它的說明太複雜 再加上去我取過一次 但是我覺得太複雜 整件事情弄得很麻煩 那我就覺得不舒服這樣 幹嘛說送餐 都心情負愉快呢 對不對 所以就直接放棄就好囉 各位朋友 在經過世大附中 要去信義路三段那邊取餐 看到一位這個夥伴喔 熊貓的 這個現在應該不是跑熊貓 現在應該是在跑Uber了啦 人力腳踏車喔 各位朋友 好各位朋友 我剛剛送一單到這個 復興南跟和平東的這個交叉口裡面 的這個社區 這樣 那麼現在又是在這個尷尬的地方 尷尬可能沒有單的地方 嘿嘿嘿 那我想要離開這邊 因為有了前幾次的經驗 那要從最後中學習 既然知道這邊不太有單 那當然不要在這邊逗留 那我就決定要往這個 臨江街夜市那邊前進 那可以的話 甚至還可以往101發展 這樣 我目前呢 7點15分 我已經跑了12趟 12趟 那離我給我自己的目標 還差8趟 那跑到20趟呢 我就可以佛系跑啦 不過現在還不行 現在還是要 這個稍微小小努力一下 那我現在就是沿著這個復興 繼續往這個通話街夜市 林雕街夜市 那個附近去前進 好 各位朋友 好 我剛剛送一單到國父健管站旁邊 那麼 現在手上沒有單啊 現在 既然這個在國父健管站 附近 應該講說就在國父健管站 因為我已經慢慢晃到 決定直接右轉往101前進 去看看那邊有沒有些什麼單 其實我還差6趟 我跑了14趟 我跑了14趟 但是我還差6趟 剛剛目擊了 目擊了什麼 不要愛管全身 不要愛管全身 好 偶爾齁 我們在這個街頭上面晃來晃去 就是只要沒有在趕路的時候 總是會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這樣子 不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 不過我們不要愛管閒事 好 那我現在就是要慢慢往101那邊前進 看看那邊會不會有單 這樣子 那 前禮拜六齁 上個禮拜六其實是 我覺得跑的是不錯啦 今天其實不知道怎麼樣 這樣反正就 欸 單來了單來了 我看一下 麥當勞 我剛剛在那邊等了5分鐘 沒有單 結果現在他給我單了 去去去 因為我現在要充單量 所以我還是會去的啦 好 我要去麥當勞光復啦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這個 新衣商圈 就101商圈 喔 對面那邊有一台這個腳踏車夥伴 準備了購買路 喔他那台是寬胎耶 不知道他會不會轉過來 我去拍一下 我看他送哪邊 喔直接煞進去 那台蠻漂亮的耶 各位朋友 哎呀他跑掉了 好吧 沒有 沒有能拍到他的車 那台車還不錯耶 好OK 那麼 假如有機會再拍他就好 今天我又碰到另外一位騎單速車的 在麥當勞 中東武麥當勞的時候 喔他那台 也是 真心覺得騎單速車送餐的 夥伴都很厲害 好那我現在是半點16分 沒有錯我已經完成16趟 這樣 那今天才900多塊錢 其實我今天跑的不是太妙 不能講不是太妙 就不是太好 這樣子 因為今天就是 疊單比較少 這樣然後 雖然說單價有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感覺都有點在浪費時間 這樣因為疊單少 其實就單 充這個 單量充不太起來 這樣 不過我是覺得也無所謂 也無所謂 反正就是 只要能夠在這個 今天 至少在10點前 能夠讓我把這個20單充到 大概我就覺得OK了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在101這邊稍微等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這邊建立 就跟這個英靈這邊建立其友誼的橋樑 讓系統在這邊把我認一下 誒我也會跑這邊這樣 然後願意給我單 好啦 那我就稍微等一下吧 可能我待會會到前面中間島那邊去做吧 就是那邊 那邊那個位置 好在前面一點點會蠻多的腳踏車夥伴會在那邊等單 所以那我就過去了 哎呀 這邊有點危險 哎唷 各位朋友 看來我是不用過去休息了 因為我已經接到單了 嗯 快炒遠東信義A13 好接 哇88塊錢 還蠻多的 去站去 各位朋友 我剛到101那邊去 找一單 然後那一單還浪費了 五分鐘 上去下來 因為 14樓 哇那電梯有夠難等的 哦 所以 嗯 以後要往101跑 就 之後要往101跑 可能還是要想一下 不過跟我之前碰到的 呃 狀況不太一樣 因為我之前在101跑過一小段時間 哦那個時候 是沒有接到這一間啦 就要跑到14樓去這樣 絕對有點遠 應該是想說這個 那個電梯 有點麻煩 哦 好那我現在 因為我內單 接到內單 然後又送到 這個 淋江街 通話街街口 所以我就決定 那我就在這邊 再等一等 前面的麥當勞 然後還有 那個裡面的單這樣子 還有 旁邊有那個 佳樂福 等一下 目前是 8點42分 我跑了17趟 還差三趟 還差三趟 所以要再 這個 要有耐心等一下 好啦 其實肚子有點餓 我有在想要不要去 先買個東西吃 這樣 各位朋友 我在市民大道上面 接近這個 建口北路 的路口 剛剛送一單到這旁邊來 那麼 現在是送了19趟 還差一趟 今天真的是 今天後來真的是 有點緩慢 進度緩慢 進度緩慢 那旁邊就是八德路 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 大润發跟那個 那個什麼 全聯 所以我決定 過去試試看 過去碰碰運氣 這樣子 最後一單 最後一單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 復興南路 小巷子裡面 那我剛剛已經把我 手上最後一單 送掉 也就是我的 第二十單 第二十單 那我剛剛就在那個 中輪大润發旁邊 在那邊等 等一等就等到 等到我的最後一單 那一單呢 其實是被拆單 其實商品只有九樣 但是呢 那個 正妹店員呢 就把它拆成兩單 這樣子 然後我去看的時候 其實 它呢 架子上還有其他的商品 都被它拆單 都把它拆一拆 所以 感覺還蠻爽的 因為我那單 其實總共九樣 但是它就把它拆成兩單 那等於是 九樣商品 然後有兩位司機 都可以賺到錢 感覺很不錯 所以這個 中輪大润發 我希望能夠跟它 維持一個 很好很好的友誼 這樣沒有事 就可以拿到他們的單 真好 好啦 那我現在是下線了 那跑二十趟 沒有說今天這個價格 也沒有很漂亮 那現在九點三十九分 我已經 決定就是 跑二十趟 我就直接下線了 沒有要繼續撐下去 因為 今天的單 沒有很多 真的是沒有很多 這個 就是 實際上在接的時候 就很有感受 因為沒有無縫啊 單很多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無縫 今天沒有什麼單 它就不會什麼無縫 甚至像我剛剛 在那個 單發中輪旁邊 一等 等了十幾分鐘啊 等了 我一點忘記 反正是十幾分鐘 那麼在這樣 狀況底下 其實就代表今天的單量 是不夠的 那麼在這樣 那就不用再繼續這樣 掙扎下去了 反正我 這個 這個 要跑的這個 趟數 二十趟 已經達到我的目標了 這樣 那我就可以 下線 準備回家 那麼 明天就繼續吧 明天周日 再跑個二十趟 我的業績 給我自己設定的業績 目標 好 那我準備回家